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二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并且打开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时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司法部的最新公告 斯坦福大学的客座研究员被控签证欺诈罪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他是隐瞒了中国军队成员的身份 根据司法部今天的公告 美国检察官安德森还有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联合发布 一位叫做宋晨的女士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期间 被以签证欺诈罪指控 而宋晨女士今天上午首次在联邦法院出庭 面对地方法官的指控 描述犯罪的指控出现在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七日 所提交的一份支持申诉宣誓书中 根据这份文件 三十八岁的中国公民宋某于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使用J1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 他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提交申请获得了该签证 这是一份为获准参加学习和工作交流访问学者的个人所提供的文件 在申请中 宋女士表示 她在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间 在中国军队服役 她还表示 她的雇主位于北京市府城路三十号 是西钓鱼台医院 而宋女士在签证中表示自己是一位神经科医生 与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者进行脑部疾病相关的研究 但是这些都是谎言 宋女士在入境的时候还有在美期间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 她在签证上列出的雇主医院是她真实雇主解放军的掩护 具体而言 文件指出了她与四人和谐了四篇研究文章 这些文章在宋女士向斯坦福大学提交的简历中被确认 通过互联网上的公开来源获得的文章版本显示 她隶属于解放军的空军下属机构 具体而言 文章中所列的宋某 隶属于北京的空军总医院 还有西安的解放军空军大学第四军医大学 此外截至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 有一家中国医疗网站 将宋女士列为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神经内科主治医生 医院与她签证申请中所列的西安钓鱼台医院共用一个地址 而根据信息 宋女士曾经有过身穿军装的照片 此外在二零一五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她是解放军空军医院的医生 为该医院核磁共振科的前主任医生进行过相关的检验 最后根据这一份法庭文件 根据法院授权的搜查令 相关人士对于宋女士的外置硬盘进行了搜查 发现在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一日 她删除了一个名为二零一八年访学重要信息的中文文件夹 搜查者从文件夹中找到了被删除的文件 其中一份被回收的文件是她给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一封信 信中解释了她将在美国的时间延长一年 并且表示她所做的雇主也就是北京西钓鱼台医院 这是一个幌子 因此她的延期获得了解放军空军方面的批准 信中还解释说由于这些中国军方的批准文件属于机密 她不能够在网上进行传输 宋女士被控进行了重大虚假陈述而获得签证 这违反了美国法典第十八篇第一五四六条 申诉书表示她发生了犯罪行为 而她与所有被告一样在证明无合理怀疑之前被推定为无罪 如果罪名成立 她将面临最高十年监禁的法定刑法和二十五万美元的罚款 此外法院可能会下令增加释放的期限 然而定罪后的任何判决都将有法律 在考虑了美国的量刑指南和管理判刑的联邦法规后才可以做出 而宋女士的下一次出庭日期定于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 也就是明天由当地的地方法官进行主持 会就居留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审讯 该起诉是由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加州北区特别起诉科负责的 是联邦调查局调查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有消息指 美国方面正在考虑针对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员进行入境的限制 已经在美国境内的共产党员也有可能面临被驱逐的风险 而此时报道有说 由于整个共产党员的范围太广 涉及的人数太多 有可能先从解放军相关的将领以及人士开始 因此这一次罪责如果被视为是开启某种驱逐潮的标志 影响不可小觑 下面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抖音有关的一条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的连任竞选活动 本周末在脸书上刊登了广告 声称中国的短视频应用抖音海外版正在监视用户 这些广告链接链接到了一项调查 询问在北京的科技巨头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 是否应该在美国被禁止 还要求受访者提供姓名和联系方式 这则广告表示抖音正在监视你 通过监控你手机剪贴板上的内容 你已经被他抓个正着 无所遁形 抖音现在在华盛顿面临审查 因为担心中国可能会迫使该公司交出用户数据 在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国方面肯定在考虑禁止包括抖音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 此前印度在六月已经禁止了抖音 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应用 抖音方面表示从来没有向中国提供过用户数据 即使被要求也不会这样做 而发言人在周一告诉路透舍 该公司没有比促进安全的应用体验 保护我们的用户隐私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上个月当苹果向开发者发布具有新的隐私功能的操作系统测试板时 开发者展示了抖音的应用触发通知的图像 也就是他正在从用户的剪切板中复制数据 数据在从一个应用复制和粘贴到另外一个应用时 被暂时存储在剪切板中 抖音表示这些通知是由反垃圾邮件的功能引起的 但是在六月二十七日他们方面就结束了这种做法 抖音还抨击了脸书运行这种广告的行为 他说脸书在准备推出抖音的模仿者的同时 还在为攻击竞争对手的政治广告收钱 抖音的发言人在给路透社的电子邮件中这样表示 脸书方面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根据媒体报道脸书公司现在也在发展一种类似于抖音的短视频模式 希望不久之后就扩大到美国 而在这样的领域 抖音是其重要的竞争对手 然而大家更关注的就是 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首次把封禁抖音打入了自己的广告中 这一方面显示了白宫方面似乎的确是准备对抖音进行封杀令 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了在整个的政治气氛下 对华议题似乎注定成为今年大选的关键点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欧洲有关的消息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访问中国时曾经亲自出马 为Wirecard这一家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来说情 我们知道默克尔在去年的九月六日到七日访问了中国 曾经亲自为现在已经因为假账丑闻破产的德国科技服务公司Wirecard 进入中国市场来进行相关的努力工作 德国政府的发言人在周一证实了这样的消息 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谈判细节 并且表示默克尔当时对于公司正在受到调查并不知情 政府发言人还表示原则上总理出国访问时总会为德国企业出力 明镜周刊首先报道表示默克尔访华时曾经为这一家公司打入中国市场进行相关的游说工作 而今年六月底该公司不得不承认资产负债表上有十九亿欧元的余额不翼而非 之后公司的股票出现了猛跌 并且很快宣布破产 根据德国的商报报道 该公司的前董事现在仍在逃亡中 目前藏身在莫斯科 但是德国方面表示并不知情 根据媒体报道 在去年的六月 德国财政部告知了中方的联系人 Wirecard这样一家公司有意进入中国的市场 但是德国的财政部长此前已被告知 公司有账务问题 正在接受调查 德国联邦议院金融委员会计划在下周三举行一次特别会议 澄清有关于公司丑闻中的政治责任 为此会议将邀请财政部长还有经济部长来参会 而绿党的金融政策专家则表示 总理在海外为一家德国企业说情 这本身并不是问题 问题是他在说情的时候 早就应该得到相关部委和官方机构的警告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如果您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有关节目的最新提醒了 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